2024年6月1号 这是载入自媒体史册的一天 这一天Mr.Beast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世界第一网红 就是靠绝对的KPI 无可争议的成为世界第一 那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就是因为在我给大家以前介绍的 它早就是世界第一 如果是讲我们讲全网粉丝的话 它早就是世界第一 那这一次它单一的频道的粉丝数的KPI 它成为世界第一 那大家现在看见了它的粉丝 这个主频道是两亿七千四百万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第一 在整个的油管的头部排名里头意味着什么 里头非常有趣的这个数字 大家注意看 这是油管的前面排名的十个 这个频道 那现在第一个Mr.Beast 它打败的T-Series T-Series是印度的一家音乐产品公司 旗下有很多的艺人 印度的是除了美国网民数量最大的 所以他们支持这样一个频道 它成为一个世界第二大频道 是有情可原 它是一个公司型的 那Mr.Beast是个人型的 一个个人 打败所有的公司 成为世界第一 那在这个排名的前十个频道里头 我要提醒你注意 我们除掉油管的电影 油管的音乐这两个 然后除掉这个T-Series 除掉这个Sat India 这样一些公司的频道 你注意到一个显著的现象没有 Mr.Beast 个人 第二个儿童频道 第三个儿童频道 第四个儿童频道 第五个儿童频道 第十名Piu里排 以前的世界第一 看到了 排名前十的 除了两个人 其他都是儿童 厉害不厉害 所以不要再问我儿童频道 还能不能玩儿童内容 还能不能搞 好 那我们再看 Mr.Beast 达成世界第一 我们只看他前面 一年的倒数过去 这是6月6号的数据 今天是6月7号 那6月6号 一年以前 他有多少粉丝 一亿五千七百万 今天呢 两亿七千四百万 所以他一年的时间 涨了一亿两千万的粉丝 好 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 他这个 夺得世界冠军的 一点小小的历史和过程 这是Mr.Beast 在5月7号发的一个帖子 告诉大家 他整个这个频道的成长史 这个后面的数据 是当年的 整个频道的播放数字 不是粉丝数 我们讲了 Mr.Beast 他前面将近 花了两年的时间 再达成一千粉丝 他增长很慢很慢的 那第一年 就是一万五千的播放量 然后第二年 完全迷失方向 第二年整个折腾一年只有七千 然后第三年也就四万 一千多的播放量 然后才 第四年 第五年 才摸到一点门 这一年有两 二十万的播放量 然后真正爆发是2017年开始 那时候五百万 一亿四亿和二十亿 它是这样子起来的 所以它最开始的时候 启动是非常慢的一个过程 它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不断地摸索 你看它早期的视频 早期的视频 就是这些游戏的录像 非常简短 也不出镜 也没 不说什么话 然后后面 不断地变化方向 不断地蹭热点 不断地去抱怨油管 对小频道不友好 不断地有阴谋论 他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就这样折腾起来了 所以每当有同学问我 我现在换方向 我要换语言 我要不要重开一个频道 你啥都不用干 你就盯着一个频道 往死里头整 就没问题 所以Mr.Beast 虽然作为一个 就是说异常的 这样一个自媒体的样本 但是它的成长过程 给了我们正确理解自媒体 或者是理解油管这个平台的 很多的非常深刻的 一些读到的数据 好 那么接着看 它这个时候五月份 它就在谋划 它就有这个冲刺世界第一 在它脑子里头 所以它会发这样一个帖子 然后它在5月16号的时候 就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冲刺令 冲锋号打响 这个时候讲 这一天我还是在离世界第一 差600多万粉丝 这是半个月 以前5月16号 然后大家就注意到这个事情 你看它是怎么样影响 这个社群的 让大家来达成这样一个事情 好 在5月31号 还剩最后100万的粉丝 他这个呼吁 大家就喜欢看这种事件性的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紧接着在这一天 全网就贡献给了他 210万的粉丝 一天之内 所以他达成了 在6月1号这一天 达成了世界第一 好 Mr.Beast 在这一天 就在单一个频道里头 实现了世界第一 遥遥领先 他将来这个遥遥领先 会是很 会是就是 会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事实 因为 Mr.Beast的增长速度 比这个第二名 快很多很多 他不是讲什么 你一回第一 我一回第一 他这个增长速度是恐怖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6月1号的 这个超过他 那你看看今天呢 今天这个数据 T-Series 2亿6千万 他已经变异 变成2亿7千多万了 所以他这个增长速度是超快 他凭一己之力 打败一个国家在支持的 一个大的音乐媒体公司 他的这种意义 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Mr.Beast给我们打了一个样 一个人 有一个非常 普通 甚至是比普通还普通的 开始 整整 只通过了什么 我们看 通过了 4485天 做到了世界第一 这个世界第一 他的经济价值 是恐怖的经济价值 我们以前讲过 有人准备收购 他这个品牌和他旗下的频道 公司这些资产 出的价格是 10个亿美元 他自己讲 我股价 他的股价在100亿到200亿之间 也就是说你10个亿出的价 实在是太少了 他不可能卖的 那么这个 当时这个评论出来的时候 我还做了一期节目 专门讲了这个事情 其实绝大部分 比较头部的这些投资人 就认可他这个100个亿 不算高股 也就是他省整10年的时间 就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那他是怎么样生产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2023年的这个数据 他在那一年已经花了1亿来做内容 做的内容只是大概27节目 他的节目有很大的特色 你可能看他就是 只是烧钱 只是给钱 只是简单的游戏 我们可以不喜欢他的节目 我们可以不照照他的节目这种类型 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这个地方 能够看到 单凭这样一个东西 你可能看不起他 但是他能够在10年时间 做到世界第一 达到这么好的 这个效果 好 我们有多少人就是讲 我可以去做一个看不起的东西 做一个我不喜欢的职业 但是只冲着钱的面子 那么如果是你能 你每天都在干这个事情的话 你就不要瞧不起Mr.Beast 好像觉得他那个太低级 因为你没有资格 去嘲笑别人的低级 当你有机会去赚这么多钱的时候 我估计你就不会 那你再反省一下你自己的人生 你是不是在做过很低级的这种生活 被同事除不好关系 老板也不喜欢你 然后你还得忍着 对不对 或者是更大的环境 村长不喜欢你 环境不喜欢你 然后甚至你还不喜欢那个国家 你还在这忍着 对不对 所以Mr.Beast给我们打了一个样 在这个时代 你可以这样子玩 这个是在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 我昨天的节目里还讲 以前我们要发布一个豆腐块 层层审查 你不是记者 还不让你玩 那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你可以立刻胡说八道 立刻让你自己 这个公检法找上你 你可以造谣 污蔑 以前你想造个谣 还真不容易的事情 那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好 那我们又处在时代变革的 这个关键时刻 AI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代来了 有没有一个人 就是我们参照Mr.Beast讲 他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 做到世界第一的话 十一年 十二年到现在的话 这个AI这个时代出现了 有没有一个人通过三年五年 把Mr.Beast干趴下 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第一 就像当年 这个 这个比尔盖茨 他连续霸榜 财富榜 十五年 这个世界第一的时候 大家认为以后 世界首富就是他了 但是你看看 最近几年 频繁的这个首富换人 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那将来肯定会有人 把Mr.Beast干趴下 沿着个思路思考 是不是利用AI这样一个工具 做另外一个 跟Mr.Beast 完全可能不同的 这样一个内容 小成本 小制作 小团队 好 我们再接着来看一下 Mr.Beast的 这个 接着八卦一下 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接下来 我们有什么样好戏看看 好 我呢 要给大家 分享一下 Mr.Beast的 这个一些 后面的 这种商业的 这些思考 或者是将来 他最大的风险 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们知道 Mr.Beast的制作内容 是个大手笔 大制作 这是第一 第二 Mr.Beast是一个 超级个人IP 他凭一击之力 打败那些公司的 这个IP 但是呢 风险也就在这个地方 一个超级个人的IP 你像他 他所有的风险 就聚焦在他一个人 他的身体健康 他的这个物理安全 这就是巨大的风险 所以一个单一个人 成为整个的 内容也好 或者公司价值的 这样一个瓶颈的话 这就是个巨大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这个超级IP 但是Mr.Beast 他已经有将近 300个员工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公司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不仅是 只是在做 这个视频 他也 在公司化运作 你看他 做产品 做游戏 开店 然后呢 做慈善 他有很 很长的一个业务线 他也 讲到 他要进 做 开始做零食 更多的 他现在卖巧克力 少量的 少量的几种 我以前在节目里头 跟大家分享过 他的这个 做零食的 他的哲学 是非常有意思 跟别人都不一样的 别人都会讲 一进入这个 零食 这个领仪 都会讲 要健康 对不对 健康 就像 我们讲 讲我的包子 这个 开包子店的时候 我的面粉是怎么好的 我里头 馅是怎么样 肉是怎么干净的 从哪个肉联厂来的 这种肉 这个都是 屁话 不是吗 如果是你 老强调你的 这个原材料的话 那你就是在一个 比较低级的 这个层面上竞争 做东西 也是这个道理 你想我这个是健康 我这个是维生 多少维生素 ABCD EFG 全都有 还有多少什么什么东西 抗癌的什么什么元素 你看人家Mr.Beast 他不这样的玩 他怎么玩的 他讲 他要做零食 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妈的 要好吃 好吃 好吃 我还专门做起期节目 讲了他这个概念 这就是了解观众 最深刻的一个结果 你如果强调 我有维生素A到E 这不是一个东西 你老强调营养的东西 营养餐 大家都知道他对身体好 你炖炖吃 有营养餐 你的人生乐趣在什么地方 毫无乐趣 对不对 你应该 健康是必须的 我甚至愿意牺牲健康 来吃垃圾食品 所以问题的主要的元素 就是你应该 做好吃的东西 又营养又健康 又好吃 我不吃吗 我当然吃 做节目也是这样子 很多人讲干货 干货 去你妈的 干什么货 干货 去看北科全书 去看大学的教科书 干的不能再干 你看吗 老师找一本高中数学看看 找一本维基分看看 就是要寓教于乐 首先要解决 解决一个好玩的 你找一个老师 找一个最好是 非常漂亮的女老师 小青年全都是上他的课 然后改编这些人的一生 对不对 所以做自媒体 寓教于乐 好玩 好看 这个人讲的 呈现的一种方式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Mr.Beast 我们看他 他什么呈现的内容 金钱 谁会讨厌钱呢 不管你什么卢比 或者是美金 或者加币 或者人民币 我都喜欢 实际上是钱 我都会喜欢 谁看不懂 围绕钱来做游戏 好 真好的节目 那你讲 钱太低级 高级一点 行不行 走赵奔山那个套路 走谐心这条道路 走脱口秀这条道路 行啊 你能找到一个 比钱 大家更能接受的 制作内容的介质吗 有的话 你去试试看 对吧 所以 你可以考虑 比如说像这AI的出现以后 能够把我们原来 用很高成本 制作的虚拟的一个世界里头 你通过AI 能很低成本里头 把它制作出来 又能达到 看到好玩 又满足人的想象力 也许可以啊 所以我刚才讲的 是不是有一个人 会产生新一代的 这个自媒体大神 把所有这些人都干趴下 在纪念事内 完全有可能 真有可能 我也认为他 那个可能是 唯一可能的这种方向 往那个方向去努力 好 所以Mr.Beast 现在就说 他在做的事情 是一个大团队的 在运作 虽然是一个超级个人IP 他成本是极高的 一年的生产 制作的成本很高 他将来的业务方向 他不太清楚 他会往哪方去触及 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 他好像不会讲 从做视频 变成做电视节目 做成做电影 这个很显然 我很早就感觉到 这个不是他努力的方向 一个真正自媒体出身的人 他不会认为 做成电视 做成电影 那个才叫做高级 那个在我的层面 在现在有限的理解 那是一个堕落 那是一个穷屌丝 有钱了以后 老想加入上游社会 才会走那条道路 当你真正的 做对了事情的时候 你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 你是不屑意 去跟那些人维武 那是落后的生产力 他不会去走到那个圈里头 好 这是我个人的财测和偏见 所以将来讲 不太清楚 但是Mr.Beast 有一点非常清楚 他是健才26岁 他有无限多的机会 他会去尝试这个 会失败 会去折腾另外一个 也可能失败 但是他 虽然有一个 非常粗糙的开始 但是他是一个实干家 这使得他的成长速度 比谁都更快 尤其是在爆发式成长以后 他跟大家都不一样了 他的后面 这个指数去成长的这种能力 他完全不一样 他会退化成 他演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所以如果他能够 这个信念很正 我们叫 一个正确的发心的话 他 这个只是他指数成长的一个开始 他有很大的这种未来 也就是他可能在这个 自媒体的领域里头 他可以把这个霸榜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后面有人 不是同一个赛道里头 一定是跨界的 把他干趴下的 碾压他的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 换了天地的时候了 那么他将来 是不是会去上市 做平台 做别的东西 好像不会 因为这是这种IP的 一个天生的一个缺陷 因为他是个人IP 超级个人IP 他有巨大的风险 他的生命安全 他的物理安全 他的个人的健康 所有这些东西 在整个模式上是非常脆弱的 我们一再看到 这种模式 不管在美国 在中国都是这个样子 一个超级个人IP 围绕他是很难做成 一个上市公司 去圈钱 走那条发展道路 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 他成了超级的个人IP以后 他也许根本就不需要 走传统的那种上市 那条道路去钱 因为Mr.Beast 他足够有创造财富的 这种能力 对吧 他的单期的 这种节目的广告费 都是在大几百万 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他没有必要去 通过圈钱发股票 因为他现在不缺资金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他讲我要做 去拍下一期节目 然后我差钱 这种感觉 他不差钱 他只是讲 我有多少钱 我都会砸到 这个节目上面去做 他再是讲 你有三百万 我就砸三百万 我有一千万 我一千万去拍一期节目 他的钱永远都不够 那种状态 对吧 所以他不是那种传统的 为了一个上市 敲钟 他就劝下一笔钱 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个人IP的一个机会 也是个人IP的 你可以讲它是个局限 那在一个个人成了世界老大 并且跟以前所有的公司 上市圈钱 然后雇一大堆专业的人员 就像现在AI一样 AI以百万的年薪 以很多的将来的期权 去圈人 都找不到人 那做内容这一块 好像不是那个样子 也就是他的成本 如果他想控制 他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创建的节目 同一期节目 原来是几十万人观看 现在是过亿人观看 接下来是十亿人观看 那么他产生财富的 这个边界成本 是非常非常低的 也就是同样 他拍一期节目 以前他可能赚 我不知道一千万的话 他可能同样的东西 做出来以后 将来可能赚到五千万块钱 所以他不是讲要投资 或建另外一个厂 做另外一个产品组 自媒体是一个 是一个我们时代创建的 一个怪兽 因为他是从人身上 你起心动念以后 直接就会通过一些行为 能让他产生财富 因为注意力就是最大的 就是最宝贵的一个资源 这个资源能产生很多的 难以想象的这种金钱 而不是非要寄一双球鞋 给你才能赚到你这个钱 对吧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 这是新时代的 数字时代的富贵 所以老婆今天做这期节目 就想跟大家分享 6月1号2024年 这样一个划时代的 有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世界 在自媒体业界发生 那他所产生的这种意义的话 不管你做不做频道 你是个围观者 你是个参与者 还是你是个学习者 都从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要认真的去审思 这个时代 给我们每一个人个体 产生了什么样的机会 你怎么样做出你的选择 怎么样去创造属于你个人的机会 虽然我们是不太可能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有一个东西 我们是可以做的 就是提升你自己 去尝试你以前很多年 都不敢去尝试 或者是不想去尝试的 这个我觉得是 今天我做这期节目 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 这样一个个人的启发 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交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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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